安徽省邦布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开拍卖19件官员贪腐涉案的赃物 其中一块以720万元起拍的百达翠利明表吸引了上万人的关注 这块手表的价值高达上千万 而这块表的原主人是安徽原司法厅副厅长陈汉 根据安徽邦布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7月15号9点到16号9点 该法院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对19件物品进行公开拍卖 这19件物品均来自于安徽省原司法厅副厅长陈汉 根据法院的公示 19件物品中包括两块百达翠利 以及伯爵卡蒂亚 法兰克穆勒和蒂多各一块 总计6块手表 以及玉器靶件项链首饰和金条等 其中一块起拍价为720万元的百达翠利手表 是价值最高的拍品 引发线上线下大量关注 据了解 这块手表的竞拍保证金需要72万元 每次的增价幅度是36000元 截至拍卖时间结束 这件天价拍品 共计获得53,422次围观 649人设置提醒 但无人竞价和拍卖 据法院工作人员介绍 该表将在半个月后 依法进入第二次拍卖程序 根据公开的裁判文书显示 安徽省原司法厅副厅长程翰因受贿罪和循私枉法罪 于2018年7月13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6个月 2018年11月 安徽高院维持了该判决 根据判决认定 程翰的收受财务的总金额为1795余万元 记者包小涵总括报道